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今天是温哥华时间2月8日 欢迎收看本期的港湾播报 我是Cherry 在连续8次提高利率之后 央行行长迈克莱姆在周二时表示 通胀出现了好转的趋势 来年将会不一样 据CTV报道 迈克莱姆表示 央行在面对过热的经济时 采取了有利回应 最近的趋势表明金融政策正在生效 经过11个月的政策利率提升 我们看到更高的利息 开始让经济重新恢复平衡 迈克莱姆说道 截止1月过夜利率为4.5% 比一年多前的0.25%显著提高 央行表示将让利率保持在现在的水平 来看看加息力度是否已经足够 我们当然准备好要进一步加息 迈克莱姆在发言之后对媒体说道 我们有决心要让通胀降回2%的目标 不过我们也不想让它更加困难 12月的通胀指数为6.3% 远远超过央行2%的目标 不过已经比6月份高峰时的8.1%有所下降 燃油和食品价格在过去一年都相当高 不过迈克莱姆指出 加息给加拿大人带来的全部影响 需要有两年时间才能完全显现 高利率已经让买房贷款更难 成本更高 并降低了需求让经济放缓 迈克莱姆也承认 央行试图控制通胀的一个主要办法 就是提高利率 他指出 疫情过后经济重开 让人们的需求超过了供给 加上俄乌战争的爆发都导致了高通胀 他再次强调 我们决心要让通胀回到我们的目标 这也是加拿大人希望我们做的 我们有决心要这样做 迈克莱姆表示 央行也表示将会监督企业如何定价 因为物价增长的频率和幅度 都比通常水平要高 今天早上8点30分 一辆城市公交车 在蒙特利尔北部的拉法尔地区 撞向了一家日拖中心 截至目前已经有两名儿童死亡 多人受伤 6人住院 公交车司机是一名51岁的男子 他受雇于拉法尔运输公司 以被捕并被控杀人罪和危险驾驶罪 魁北克紧急服务部门表示 多名受害者是儿童 该地区及人士都处于戒备状态 公安部长Francos告诉记者 警方已经逮捕了公交车司机 拉法尔警方发言人表示 事件发生于今天早上8点30分 拉法尔交通运输公司的一辆公共汽车 撞上了位于 Tierrensa Deferen的San Rose社区的一家日拖中心 拉法尔警方无法详细说明 汽车撞向日拖中心的原因 一片混乱 朱利亚·莫雷诺说道 她是一名孩子的母亲 当公共汽车撞上时 她的孩子正在日拖所 有受伤的孩子 这太可怕了 现场的一位家长告诉CBC 她帮助制服了嫌疑人 一位目击的邻居说 她和一群家长制服了司机 并试图营救被压在车底下的孩子 住在附近并且目睹了车祸的 本扎巴内说 这辆公交车撞上日拖中心的时速为 30或40公里 就我所见 这不是意外 她说 她打开了门 脱掉了所有的衣服 全身赤裸 本扎巴内说 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这样做 我们扑向了她 试图制服她 据悉 公交车通常不会在日拖中心附近行驶 因为其位于一条安静的小街上 远离公交路线 而且日拖中心位于一条车道的尽头 公交车司机必须驶离这条路 开到车道尽头才能撞上大楼 拉瓦尔市长表示 这名司机已在交通运输公司工作了10年左右 但她之前没有任何的事故记录 拉瓦尔市市长伯耶尔表示 警方正在调查事故发生前的事件 并表示 他将亲自会见受害者的家属 魁北克省省长弗朗索瓦·莱格特说 他的亲与孩子们和他们的家人 以及魁省拉法尔日拖中心的员工同在 特鲁多表示 他得知事件后感到非常震惊 并补充说 联邦政府将在需要时提供支持 我们都希望并祈祷孩子们一切都好 希望他们能够度过难关 并早日康复 我无法想象这些家庭正在经历什么 如果联邦政府能做什么 我们会在那里 但我了解急救人员 现在每个人都非常努力 BC省府2月7日宣布 全国真相与和解日 将成为BC省所有工人的 代薪法定假日 在此之前 9月30日已经是一个联邦假日 这意味着受联邦管制行业的工人 有权代薪休假一天 劳工部长白恩赫周二 在立法机构提出的一项法案 将使他成为省级假日 白恩赫说 BC省将从2023年9月开始 庆祝这一节日 省长尹大卫说 他的政府正在采取重要的步骤 将这一天写入法律 以承认过去的错误行为 并采取有意义的行动 实现和解 他在一份声明中说 许多年来 许多BC省人一直以自己的方式 谦逊尊重和反思的纪念 城山日 城山日活动始于2013年 为的是纪念原住民儿童 并教育民众 了解寄宿学校系统 对原住民社区的影响 灵感来自于原住民寄宿学校 幸存者韦伯斯塔德 他的橙色衬衫 在上学首天 被寄宿学校人员拿走 加拿大联邦 在2021年首次庆祝这一节日 日期选择 与城山日相一致 尹大卫说 政府关于这个节日的决定 是对真相与和解委员会 第80号行动呼议的回应 该呼议 要求联邦政府设立一个节日 来纪念寄宿学校的幸存者 他们的家人和社区 BC省印第安酋长联盟主席 斯托尔特·菲利普大酋长说 欢迎设立和解日 他在一份声明中说 为了使这一天真正有意义 它需要具备愈合和改变的能力 如果立法如期通过 BC省将与爱德华王子岛 西北地区 努法特省和玉空省一起 将9月30日定为法定假日 白安赫说 BC省的法律 对寄宿学校幸存者的力量 和任性表示敬意 并缅怀那些未能回家的孩子 值得关注的是 原住民事务部长米勒 在温哥华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1月21日 政府已经与代表325个选择 加入Grafton Band诉讼的 原住民族群的原告 签署了一份28亿元的协议 以解决由BC省原住民社区提起的 关于集体伤害和寄宿学校的集体诉讼 该诉讼最初涉及三类投诉人 但在2021年 各方同意将初步和解工作 集中在幸存者及其后代身上 以确保他们在有生之年获得赔偿 米勒说 该庭外和解将以四大支柱为指导 赔偿金将用于支持 原住民语言和文化的复兴 保护 推广和原住民社区的福祉 在2月27日至3月1日期间 一个联邦法庭将决定 是否批准该和解 随后将有一个上诉期 此后 加拿大政府将把28亿加元的赔偿金 转交给一个新的信托基金 该基金将独立于联邦政府运作20年 管理这笔基金的组织 将由9名原住民董事组成董事会 作为交换索赔人同意 全面彻底和永远地放弃 对加拿大的索赔 包括由于寄宿学校 对原住民造成的集体伤害 而引起的各种索赔要求 原住民2012年开始 就印第安寄宿学校制度 给原住民造成的语言和文化损失 向加拿大发起集体诉讼 并提出赔偿要求 这一诉讼被称为高特弗雷德森案 高特弗雷德森说 我们代表加拿大各地的325个原住民族群 制定了一项解决计划 使各族群能够按照四大支柱的方向工作 他说 我们将管理和分配这些资金 我们将以公平和客观的方式 提供给所有325个族群 加拿大国民品牌Canada Goose周二 宣布进军新领域 计划在未来5年推出 三类新产品 眼镜 香包和家具用品 目标客户群为Z世代和女性 Canada Goose Holding Inc. 在2月7日发布的战略 及财务展望计划中表示 该公司预计 其永久性的线下实体店数量 将比上一季度末的51间 增加一倍以上 并同时扩展新市场和在线业务 该公司表示 作为增长计划的一部分 其目标是到2028年实现 年收入30亿元 这意味着 复合年增长率约为20% 该公司预计 2023财年的年收入 将达到11.8亿元至12亿元之间 Canada Goose首席执行官 Danny Ressis表示 公司将以敏锐的眼光 扩大其产品类别地域和能力 在其看到高回报的地方进行投资 旨在保护Canada Goose品牌的同时 实现高质量 高盈利的增长 好了 以上是本期港湾播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